师父,有好多脏东西在吃东西,徒弟有点怕 嘘,别出声,假装看不见 主家,肉不够吃了,还有没有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吃的,我要吃的 捏处,休得放肆 本道长今天就将你们一网打尽 师父真厉害,居然一下就把这么多鬼给抓了起来,真是了不得 不愧是刘道长,果然厉害 一个晚上不到就将逃走的厉鬼给抓了回来 这些家伙交给你了,全部给你抓起来了 真是有劳道长了,小子,把手伸出来 你要干嘛,我师父不是帮你把鬼抓回来了吗 小子,你昨晚冲撞了我,要不是你师父你早就死了 这个鬼印就当作我对你的惩罚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在阳间的代理人 代理人,师父,这是什么意思了 意思就是,叫你帮他充业绩 不过你命格特殊,容易遇鬼 这鬼印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师父,你能不能教我一些保命的手段 师父今天就教你九天雷绝,一共有九重 每一重雷绝都可以叠加 雷师现在练到了第七重 你这第一重威力确实有点小 只要勤加练习,威力自然就会更大 好的师父 若红,你怎么也在这里了 新郎官家里有些传统请我来唱戏 你了,为什么也在这里 新娘子是我同学,所以我就来了 哟,这不是钢弹吗,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参加苏洛的婚礼的 我听苏洛说你会来,一开始我还不信 想不到你还真来了 钢弹当初可是我们班上的学霸 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呀 对呀,像钢弹这样的学霸一定是在大公司当老板吧 哈哈,你们有见过哪一个大公司的老板穿成这样的吗 我,我确实不是大老板 现在只不过拜了一个诗,学学算命手段 原来是神棍呢 我们曾经的学霸,现在既然是个神棍 你们可知道他师父是 算了,还是别牵扯出我师父来 钢弹,你师父也不会是个神棍吧 嘲讽我可以,嘲讽我师父不行,你过分了哦 怎么,我说你师父你不乐意了是吧 干你们这一行不就是坑蒙拐骗吗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钢弹,你怎么这样子 大家都是同学,何必闹得不愉快了 就是啊,说你两句怎么了,都是在开玩笑 哼,说你是神棍,还是抬举你了 快看,是刘道长,他怎么来了 你是谁啊,这里有你什么事情 我就是他师父 你就是这个神棍的师父啊 想不到这个年代了,还有你们这个职业 哈哈,真是笑死人了 少说两句 你拉我做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钢弹是个神棍,他师父自然也是个神棍 什么,你说我徒弟是个神棍 那不是刘大师吗 刘大师,请息怒 完了,刘大师生气了 你还不快给刘道长道歉 凭什么呀,我为啥给他道歉呢 我也没有说错呀 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他可是刘大师啊,连我都惹不起 刘大师,对不起,我错了 不是跟我道歉 是和我徒弟,而且是跪下道歉